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1号在联邦公告上发布通知 规定9月25号起香港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将被标记为中国制造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将因应疫情而压后的七国集团峰会 安排在11月3日大选之后举行 特朗普表示他日前已告诉幕僚 他有意在大选后举行七国集团峰会 让各方有更多时间准备 美国原定6月以东道主的身份举办峰会 但因疫情决定将峰会延至9月或以后举行 特朗普指还未正式向多国领袖发出邀请 目前仍在与各成员国磋商 部分人已经接受建议 特朗普又表示 有意邀请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及印度等非七国集团成员参与 但七国集团成员普遍不支持重新邀请俄罗斯参加峰会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庆宣布 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但不符合当地会计标准的企业 要在明年年底前从交易所除牌 姆努庆表示 从2022年开始 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要遵守相同的会计准则 如果不符合相关准则 包括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公司将会被踢出美国证券交易所 姆努庆与其他官员上周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 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都要与美国企业遵守相同标准 美国运输安全局发表声明指出 尽管美国的机场2020年7月的客流量比去年减少75% 但是在乘客随行行李中发现的枪支比率是2019年的三倍 每100万人中就有超过15把枪 而在去年每100万人中有大约5人携带枪支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机场安检随身行李中发现的枪支 80%的已经上膛 局方强调 机场和客机机舱内都禁止携带枪支 一旦被发现 将被处以2000到10250美元的罚款 美国运输安全局指出 乘客如果需要携带枪支 可以向航空公司申报 并且将卸载枪支弹药的枪支进行托运 且弹药和枪支需要分开包装 西雅图市议会今日批准削减警局预算 而就在同一日 西雅图首位非裔警察局长宣布辞职 局长贝斯特在致警察局的一封信中表示 他将于9月2日退休 市长杜尔康已任命副警长迪亚兹担任临时警长 市长杜尔康表示 他对于贝斯特的决定深感遗憾 并认为服务城市帮助警察局改革的最佳方式 是更换领导层 希望以此改变现状 推动市议会向前发展 贝斯特是一名退伍军人 于1992年加入警局 曾担任各种职务 于2018年7月获得任命领导该部门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 警察暴力致死黑人已犯弗洛伊德后 示威者呼吁削减警局开支 但遭到杜尔康和贝斯特的强烈反对 上周监管警局的委员会 一致通过措施 将警局4亿美元的年度预算 削减不到400万美元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截至11号 美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患者 超过512万人 死亡超过16万4千人 美国持续两天新增病例低于5万人 上周新病例与死亡人数均有所下降 但在疫情中心佛罗里达州 周一当日死亡病例创新高 达到276人 纽约时报分析发现 佛州死亡病例中青年患者数量增加 在上个月死亡的25岁至44岁患者 比前四个月加起来还要多 同时 夏威夷州的确诊个案也持续增加 因此纽约州将其与北达科他州列入旅行入境隔离名单 乔治亚华盛顿大学本周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 随着疫情发展 全美有26个州重症监护室的医生 护士 呼吸治疗师 与药剂师都将出现短缺 较上周研究结果更为严重 研究认为 远程医疗科技或将缓解部分就诊需求 总统特朗普本周再次表示 相信在年底前会有新冠肺炎疫苗 并认为可以同步应试 特朗普早前更曾表示 美国可能在11月大选之前就取得疫苗 但在疫苗学家根据正在进行的 第三阶段疫苗测试的公司数据表示 美国不可能在11月有疫苗 因为在上个月27号开始的测试 现在只有4500多人参加 而计划是要招募3万人参加 所以单是招募研究对象就要到9月才结束 而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 要相隔28日才可以接种第二剂 之后要再等两个星期才知道疫苗是否有效 所以不可能在大选当天完整地研发出疫苗 特朗普上周签署行政令 将为失业者额外发放400美元的失业救济补贴 而根据劳工部最近的数据 6月全美失业者平均每周可领取308美元 这也就意味着在新政策下 全美失业救济申请者平均每周可以拿到708美元 但是具体金额则根据各州失业金金额有所不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领取各州失业救济每周不足100美元的人 将无法获得这400美元的额外补贴 此外在特朗普行政令中 联邦政府只会拨付300美元 剩下100美元则由各州发放 但对于那些财政陷入困境的州政府来说 如果发放不出这额外的100美元 那么符合条件的失业者 最终可能只能拿到300美元的额外补贴 行政令还规定 这一额外补贴发放到用尽资金 或是12月6日 以先满足的条件为止 佛罗里达州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一个月周 该州儿童新冠病例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根据州卫生部门的数据 在该州17岁级以下儿童的病例总数 从7月9日的16,796例 上升到8月9日的39,735例 增幅137% 同期佛州因新冠住院的儿童 从213人增加到436人 增幅达到105% 在此期间 佛罗里达州的儿童死亡人数 从4人上升到7人 大约在同一时期 全国各地的儿童新冠病例也出现激增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 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8月6日 全国儿童新增病例总数 已经从7月9日的17.99万例 增至38万多例 增幅约为90% 该协会表示 增加的部分原因 可能是因为进行了更多的检测 但研究同时表明 儿童可能在病毒传播中 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中西部地区 遭到一系列严重风暴侵袭 仅爱荷华州和伊利诺斯州 就有近100万用户断电 风暴对当地造成大面积破坏 此外 印第安那州和密苏里州 也有数万户停电 在爱荷华州的中途岛 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12英里 比热带风暴 伊塞亚斯期间的任何风速 都要强劲 此次风暴系统被归类为 超强对流风暴 它的风速远远超过了 每小时58英里的标准 破坏范围至少达到250英里 目前还没有伤亡人数的报告 但收到450多起风暴报告 其中95%是风力报告 气象部门预计 这些数字预计还会继续上升 尽管风暴的强度有所减弱 但仍会向东南方向移动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